差不多那种习惯是吧 对因为现在这个尸体不好做嘛 我们也是就是 之前他一直是各种跑 就为了应酬嘛 喝了也是太多 就是这个现在给身体负 造成太大的这个负担了嘛 看来你真的是阿伟的这个忠实粉丝啊 阿伟有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 你都记得这么清楚 我怀疑阿伟跟我们都忘了 那肯定记得 我跟你讲啊 我真的我记得可清楚了 我记得那是凌晨都一点多了吗 那天 然后你在这做着直播 你还可惊奇 才是可好了 然后那个我就在下面我还问了 我问你就是那个喝八加一的 这个能吃那个那什么粉 那熊鸡粉吗 然后你当时你不就跟我说吗 你说那个八加一的 熬夜的 就经常工作对着手机电脑的 还有什么 我现在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那天我记得真的 你还说晚上失眠不好 就是白天 就感觉浑身泪没有精气神 室内那种不好的都能 都可以 我就记得你肯定说过这个话 今天这不就早来了 就想麻烦你 没事的 这个我能理解啊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因为工作需要嘛 然后呢 喝八加一的也比较多 但是呢最主要是身体比较重要嘛 是的 我觉得最近真的就是生命成可贵 我跟你说阿伯 他这个事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 就是我其实真的 我不是说就是想来麻烦你 因为我 哎呦我也挺不好意思在这耽误你挺长时间 但我就是去外面打听了这个东西 一个是我打听到这这价格都挺高的 我这也怕被人坑啊 我也不不大相信他们 我今天这不就来了嘛 因为你我对你的信任是最多的 因为我最无助的时候是您帮助了我嘛 所以今天也挺不好意思就想再麻烦你一下 您看那东西他有没有就是您帮我推荐推荐的 啊你你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 问一下 对了我走 嗯 就是你看现在我我发现很多啊 很多 粉丝家人买也也是喝八加一的也比较多 而且包括像刚刚现在刚刚就是 阿妹的舅舅这种情况 如果说我们 你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就是合作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以就是你平常你平常吃的是什么嘛 我都不知道 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家里面真的 我跟他这么好的关系我都不知道家里面 那你平常喝的是吗 他说那个行当粉你是找的谁嘛 之前那个找的那个朋友 但是现在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在那个啥 就是那个刘 刘总吗 你说那个 可以可以我跟他打打电话吧好吧 你问一下他对对对他那边如果说现在还可以对接的话 我可以 因为我也有受益重啊 工作 工作也需要 包括粉丝们和这个姐姐的老郭这个赚快都是一样的 包括二妹的刚才 舅舅嘛 舅舅嘛 都是一样的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主要想给二妹的舅舅些些解决好 然后给家 直播间的加这么几句话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可以那我跟那个刘总 你也谢谢我 如果他那边能安排的话 我也想给二妹的舅舅人搞一点 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会感谢 感谢我的知道我家里面 他会感谢我 包括粉丝们 和这个姐姐 这个老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么都会感谢我的知道吧 家里面你们喜不希望让二妹的家人更更加的认可我 知道吧 因为现在他们对我也不是很熟说实话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看来还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还是最主要是要让他们多认可我 那认可的过程我肯定也是需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说实话 这个姐姐 我跟您说一下了 您这样子 您的事情我们知道了 然后非常感谢你提醒二妹 然后到时候如果说我现在跟那个刘总打个打个电话 我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如果您就在直播间待一下好吧 行行行 好好谢谢你 你没事你就 你没事你就在直播间待一会吧 然后对我们能解决问题的话 你等一下也可以那个啥 啊 行 那我在下面听着 我在下面等着 好 好 感谢你的提醒 谢谢 哎 刘总 哎 哎 你搞的那个什么 你们家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 有吗 没有吗 没有吗 你是找到哪个哪个刘总啊 就怎么就那个刘佳吗 哦是不是 你是你说的是哦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忘了打错了 你再打一下 好再找一下 我们合作你系牛的就那几个呢 对 家人呗 其实说实话啊 就是说我我这边有些时候你说给他吃的或者给他喝的不一定就是说增加对你的这个信任度很各方面的但是如果说刚刚二妹的舅舅对我的这种认可和看法我也感到挺开心的但是他那种问题我们能解决的话那就是更好知道吧 因为他会更加的感谢我们各家的就是认可我们更加的记住我这个人知道吧啊说实话让二妹的家人认可我的情况下不只是说两句好听的话就ok了的最主要是要就是说靠实力对吧靠实力和靠这个靠这个下席的一些做人做事知道吧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家人呗如果觉得阿伟说的对的扣个一直播间7300人啊马上8000人了扣个一好吧你们觉得阿伟说的对的扣个一 因为他父母觉得我这个人更靠谱更有实力知道吧就有些东西我做人做事更更加的细节各家的就是考虑他他人的一心那种知道吧因为说实话如果说我要娶到二妹做老婆的话呃相当于是他半个儿子知道吧那么我我对他们的好他们会更加的记住我这个人所以说啊 哎刘总呃那个阿伟刚刚说在直播间说他说你家有那个熊蛋粉有吗 什么 你你你你过来我就不好看了你阿伟记了你把那个灯弄了我不知道现在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呃你到直播间来一下好不好阿伟他现在就是跟你 你不要谋同一下因为他这边阿伟阿伟最近在这边对不对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他舅舅可能有一些这个问有有有些这个情况好吧嗯好嗯 怎么说他说他等一下过来等一下过来吗对对对行 今天晚上家里面值不支持阿伟支持阿伟第一关已经过了啊第二关已经在卡在中间啊 那么我希望第二关也过了说实话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细节啊我们不能一下去去对二妹的爸妈怎么样的话这样子的话又有点特异啊但是二妹的二妹的七九九啊 相对于那么我们去对他的好和对他的帮助的话他家人更加的会认可我知道吧觉得阿伟这个人靠谱阿伟这个人成熟阿伟这个人堵事知道吧其实我们也都希望我们的女儿嫁人的时候不一定是有多么的帅气但是绝对是有多么的靠谱知道吧呃女儿嫁给一个老公 对吧那么过日子主要是靠谱这个男人靠谱知道吧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所以我也希望家人们也支持我知道吧我们先把这件事情等一下你们要配合我我叫你们扣一你们就扣一我叫你们扣二你们就扣二就行了配合我就行了好吧 tempest la分ura 因为那个等一下那个呃呃 Lizia tragen� ο呃像牛走过来的时候呢我我我我会跟他就是说说一下的呃那么呃大家大家都配合我就行了我希望就把第一把舅舅的这件事搞定好吧 Chicken 第二的话就是斐司刚才斐司年迈过来的这些他们的断 Commonwealth de 状况是这种情况 那么因为你们也知道 现在外面都是需要一筹 就比如说见到亲戚啊 朋友啊 合作伙伴啊 都是需要喝点八加一的 说实话 是的 那么八加一喝多了 你还是你要解决一些问题的 不解决的话 那身体扛不住的 家伙们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可以找阿伟 对不对 阿伟跟我 我们都能帮都会帮的 但是家伙们今天对不对 我们如果说 让阿伟的 阿妹的老爸老妈过来 如果说我们是不是解决了 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不对 我觉得好感会更多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实话 家伙们所以说 我们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看刘总过来了没有 对不对 都是都是粉丝 都是阿伟的家人 是不是 对 说实话 你说阿妹的舅舅 我们去对阿妹的舅舅 好好的把它解决一些问题 阿妹的妈妈看到也很开心 而且阿妹的爸爸也觉得我这个人靠谱 知道吧 但是你说叫阿妹的爸爸妈妈过来给我们聊天 我们也有压力 知道吧 也有压力 有时候有些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呢 等一下 就是他们方便的话 叫过来就是说一下 或者如果不方便的话 我们私下给他们说一下 就在那边 刘总过来了 我们打一波方言刘总好不好 看能不能那个啥一下 我希望大家就是各家的 各家的支持我一下 好吧 今天晚上我希望能搞定这件事情 刘总那个名字好牛叫一达 喂 哎阿伟 我是阿伟 二妹也在 二妹也在呢 哎呦你们好 那刚刚那个吴总刚刚联系我了 说是这块您找我了 对对 我找你有点事 因为是一个有点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哎呦您看你这客气了 是不是 你这你俩都都出面了 好久没见这个阿妹了 又变漂亮了 今天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您说就行 那个就是阿伟不方便说 就是呃我跟您说一下什么情况 就是呃阿伟现在在阿妹的家里面 对不对 然后刚刚这个呃阿妹的嗯 叔叔对不对 舅舅阿妹的舅舅过来了 然后呢这个就是跟 阿伟也说了一下他的身体情况 可能现在不是那个啥 就是呃跟阿伟可能是同一个情况 呃大家知道吗 对 然后现在他的意思是你家有那个行打风吗 刚好可以呃解决处理这些问题吗 我的意思就是阿伟的意思就是看有没有这个呃可能 那您对不对姐帮帮个忙 懂不懂啊 这个都是小问题就是你在之前的时候不是跟那个跟舅舅 跟那个阿伟之前的时候就是游过游过游过我也忘记游过两盒是吧 对对对啊那行那这个东西的话呃你是我是这块您再给我一个位置是啥的我给优积盒还是怎么着 是这样的 牛总 之前呢 我的状况我也跟你讲过 现在二妹的救救就是差不多之前我跟你讲的那种情况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工作需要嘛 也需要一筹 然后就一喝八 八加一 然后呢就全身没有状态这种 知道吧 然后呢就休闲也休闲不好玩上也 然后就是就是感觉就是那种 但是你上次给我安排了 之前给我安排了 那些我吃了之后就是用了之后特别好 知道吧 所以我今天刚好听到了二妹的救救在这里说了一些那种 然后包括我的粉丝也有年迈过来 有有些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呢我需要就是摆脱你一下 就让你能不能帮忙一下 你说近两盒过来 我是这么想的 那个如果方便的话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直播间 包括刚才给我年迈过来 那个粉丝可能也还在我直播间 所以方便的话就是你给我拿出来看一下 哎呦阿伯您看 您这就客气了 是不是之前那时候说实话 吴总包括您 包括那个为什么看到今天看到二妹挺亲切的 然后这块今天反正来都来了 无所谓 就是这块我拿出来稍等一会儿 你给我放大了 别漂亮了 好久不见 没事没事 你稍等一会儿 然后也确实 助理你帮我拿一下 确实 因为刚刚你讲的 如果咱自己家人咱舅包括谁的 咱们都无所谓 刚刚是你这样的 你刚刚你给我讲到一个粉丝需要或干嘛的 因为我这个人 你是知道的 是不是 咱们我做这个东西呢 肯定是对咱自己家的东西也好 产品也好 咱是 怎么说呢 做这个东西